研究 火山爆发或导致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灭亡 根据卢格斯大学共同撰写的一项研究 火山爆发通过暂时冷却气候和影响农业 在过去2000年里促成了中国王朝的崩溃 这减少了亚洲土地在夏季的升温 这使得季风减弱 降雨量减少 并降低了作物收成 绿文共同作者艾伦罗国克指出 但这种关系非常复杂 因为如果有持续的战争和冲突 王朝就更容易崩溃 气候变冷对农作物的影响也会使冲突更可能发生 进一步增加崩溃的概率 他是卢格斯大学 新布朗斯维克分校环境 和生物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的特品小手 科学家们通过检查格陵兰岛 河南极州冰心中升高的硫酸岩水平 重建了公元一年 至1915年的156次爆炸性火山爆发 科学家们还分析了中国68个朝代的历史文件 并研究了850年 至1911年期间那里的战争 研究报告称 重大的火山爆发 可能导致在农业生长季节 出现明显的寒冷和干燥的双虫危害 牲畜死亡 土地加速退化 及在较温和的冬季生存的农业害虫 对作物造成的更多损害都可能会使影响恶化 科学家们发现 当政治和社会经济压力已经很高时 较小的火山对气候的冲击 可能会导致王朝的崩溃 较大的冲击可能会导致 没有大量预先存在的压力的崩溃 其他因素则包括领导不利 行政腐败和人口压力 20世纪和21世纪的火山爆发 比中国古代帝国时期的许多火山爆发要小 然而 中等的火山爆发 可能促成了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萨赫勒特的旱灾 导致约25万人死亡 并在这个经济边缘化的地区造成了1000万难民 该研究说 未来的大爆发加上气候变化 可能会深刻影响到地球上一些人口最多 最边缘化的地区的农业